你們有聽過司馬庫斯嗎? 一個藏在新竹縣兼石廂的深山中 此生必去的最美部落 如果想要到達這裡 除了開車、騎車技術要好 山路路程長就算了 這裡的產業道路會讓你抖到懷疑人生 煞車壓到手軟 甚至最慘的 當你已經進入最艱難的深山路段 有遇到這檔事 什麼? 他給我貼氣的聲音你知道嗎? 真假的? 爆胎喔? 喂 拜託別鬧了吧 究竟這一日司馬庫斯之旅能否順利完成呢?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騎到崩潰 後面的單位 又到じ先 讚 這個 relatively點ULL 通鎖 有 照射 我已經醒了 我們今天要去哪裡 去哪裡 去上帝的部落 上帝的部落 我跟你講這是我們兩個第一次一起騎這麼倉庫 對啊 應該算是吧 對很遠 可能要到三個小時 我們要去司馬庫斯 就是很早沒有那麼早起 你說你不會睡不著嗎 兩點半還行 超累 我剛剛看到我機車上就變成長蜘蛛王 代表我太久沒騎乘 真的該好好機車旅行一下 Let's go 首先呢先跟大家說聲久等了 艾克這兩個月台北上課忙碌期 也算是告一段落 終於有機會來好好騎車 跟大家再度一起去冒險 司馬庫斯 是我講了非常久 但一直都沒去的先進 也沒印象小時候有去過 總之心血來潮決定帶阿勝和阿智 一起熱血去探訪 究竟這趟旅程會發生什麼呢? 出發時的我充滿著各種未知的期待 這條族市通往五峰兼十鄉之路 也算是很熟了 之前去太岡野溪 內灣露營 羅山林道 都走一樣的路線 這種遠距離的戶外行程 我覺得一切都很棒 個人也非常喜歡騎車 唉不過唯一的缺點 應該就是要早起了 要和時間賽跑 不然下山回家可能要騎夜車了 從我們起點到司馬庫斯 車程約抓兩個半到三個小時 進入部落如果要走聚目步道 全程來回大約五個小時 所以如果一日來回 建議下山時間抓靠近三點 去城最後一個加油站 再內灣過去一些 建議大家加滿遊再上去喔 很快的我們來到熟悉的內灣老街 一個我完全不想停留的地方 我們到內灣了 現在已經7點快半了耶 最好笑的是 我等一下看到阿姿要被他吐了 欸 你有沒有吃早餐 吃過了就這一間了 你不是在騎檔車 發不動啊 發不動 對啊 我早上發不動就趕快換這一台過來 哇好可惜耶 大家剩一人一顆B群 精神飽滿 這沒有任何業配喔 這是我們家的餐 嗚 今天騎腳踏車的人很多耶 我們這樣子經過 大家已經看到 二三十台腳踏車了 下次大家就是 都會往堅持武峰這邊來吧 阿森應該說什麼 怎麼沒有 想說最愛 最愛走吊橋啊 我們現在 決定來看一下這個 軍艦岩 對然後這邊有一個吊橋 來 最愛走吊橋的走第一個 其實上次啊 艾克去那個太庚野溪溫泉 其實就在這邊過去而已 會晃欸 會晃欸 還是 一定要亂跳啊 有點恐怖 他這吊橋有點板 好美喔 看大石頭囉 好美喔 Wooho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点击看看 看似完美的天气和心情 愉悦的骑着车看风景 诸不知后续的故事剧情将急转直下 感觉要开始了 这边这种路 大概是头路 我有一点一格一格 有点有脖 什么 什么 刚刚不知道我某柴 好像是缅过一种新鲜 就有泄气的队面 你知道吗 真假的 炮胎了 不会吧 我剛好聽他跑過去就消氣了 我剛才以為你摔車欸 等一下喔 應該不會掉恰吧 讓我們不要遇到欸 你說你壓到東西喔 你等一下騎慢一點 你先不要騎前面好了 你騎慢一點 因為我怕你騎太快 如果他真的越來越漏氣 你會整個打滑喔 你會直接滑到 等一下騎騎看 如果怪怪的我們就不要騎了 欸我看你輪胎好像有點不對勁欸 不行喔 欸你輪胎到了 扁掉了 真的假的 你剛剛應該是真的壓到尖銳的東西了 我真的要請人進來 把車子載走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還沒有到非常非常身上 還是有機會 這也算是主要道路 這個爆胎在司馬庫斯大橋這邊 這送機車拖掉欸 因為你不是汽車要拖齁 喔沒有機車的喔 沒有機車拖掉喔 沒有機車欸 怎麼可能 機車不是好載很多 我們還可以三 幫我們三台一起等一下載算了 我們現在決定要去那個橫山的派出所 11分鐘 然後我們派出兩位機車上去 然後阿智留守 讀讀看能不能遇到大卡車 感覺這邊的部落就是 很多那種發財車 非常好載機車 等一下我們直接問問當地居民 可不可以幫幫忙這樣 欸 他開直掉 這樣 快到了啊 第一次來警察局來問當地居民 欸 警察大哥不好意思 我們 呃 想說尋求一下協助 不知道說 因為我們機車就是爆胎 爆胎喔 在那個靠近司馬大橋 司馬庫斯大橋那邊 不知道有什麼樣的方法這樣子 也沒有 有遇過這樣的狀況嗎 沒有欸 比較沒有喔 所以不知道這附近有沒有人就是 可能小卡車可以 幫忙這樣 其實沿路剛剛有幾個幾戶家 我蠻想問的欸 如果他們願意幫忙我們 我們也可以給他 看能不能給他一點錢 送到機車行之類的 因為最近的感覺就是那一家齁 一個多小時那個 哇那真的很遠 試試看囉 這台車 真的就超適合的 感覺應該是這一戶人家的 不管 來問問看 看能不能幫忙 有三台車 然後兩台車來找而已 所以 壞掉的是在司馬庫斯大橋 來了嗎 好像是欸 靈力的 大哥 昨天有遇到是不是 一樣啊 這三個啊 他是苗栗來的 然後也爆胎啊 當然你說輪胎要怎麼樣 比較不會爆胎 就是 它裡面的車都是我們在用嘛 欸 他們的新人胎啊 走這個路四十五天 你們外面可以幾天 八七八個夜 你說這個就磨就磨完了啊 像我們這種車這樣跑啊 二十五天 太快了吧 尤其他們山上有一個習性 他們喝那個保利達還是 玻璃碎片 我看到我那個路上 有可能是玻璃碎片喔 因為它扁扁的 對 這樣刺下去要 你又看不到 但是又不能啊 你背鐵鐵 鐵是圓的嘛 我們補東西也是原則 對 插進去可以 那扁的 完蛋了 直接斜刺進去這樣子 對 直接給它切掉 像刀一樣 這種路 各位 這種路注意啊 之後來司馬庫斯 千萬不要急殺 騎慢一點啊 阿聖你那次就是 騎太快了 對啊 大哥 我現在這樣雙載更怕 呵呵 雙載這個輪胎壓力 更可怕 阿聖你應該不會壓破它 不會啊 我要很慢 我們不能再搞爆一台車 太危險了 目前呢 我們時速二十 現在只有十三而已耶 我們要沿著這條 前面這個乾淨的軌跡走 希望快到了耶 欸 他們很勇敢的快速騎過 因為他們不知道 我們剛剛經歷了什麼 呵呵 我們現在整個怕爆 我們 我們應該要準備看到那個 木牌了 上帝木牌 SHOW UP 快點快點 呼 終於 太痛苦了 我們騎到一半還有一台車爆胎 真的喔 對阿 他的爆胎 喔 那快點 對啊 我們先拍個照 對啊 快點拍 上帝的部落 那我們 我們要闖進去囉 Let's go 這些應該就是那些小木屋民宿之類的 進去的話 他的停車場 我記得 要找一下 因為他不會設那個停車場的牌子 欸 我才剛講 就有一個停車場的牌子 他是寫住宿停車區啊 這個路 這個路 喔 峻木登山口停車場 欸 等一下 這裡有點 還是你要下來 安全一點好 對啊 因為這邊路太不平了 我怕我等一下重心不穩直接倒 還是阿聖你安全帽給我好了 這個是通往上帝部落停車場的最後天堂路 機車一台50 我看到了 行 欸 嘉南美食 等一下 阿聖還是要上來耶 阿聖你手握到手抖啊 峻木登山口 在後面 不過呢 我們今天可能就 不去峻木步道 時間上一定是不夠了啦 現在已經差不多一點了嘛 對 所以 我們來這個 嘉南美食 給大家看一下 網路就是評價比較好的 應該是 盒菜或者是套餐那種 對我們等一下進去看一下 然後大家就是 如果是外賓 不是說住宿的 旅客的話呢 我們就是要 進這邊的 登山口的停車場 那汽車是收100 機車50 跟大家講一下 好 那我們進去囉 哇 這邊很大耶 大家來這邊就是先找位置 然後再點餐 我們找一個最佳山景 比較沒有被遮蔽就可以啦 這邊也可以 各位 來這家 嘉南 勇士鍋 必吃 鍋是一定要點的 然後 山豬肉跟 馬告雞腿 阿森那個是 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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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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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天氣不太妙 有一點飄魚了 剛剛還大太陽 因為山區通常 午後都有可能會有雷震雨跟起霧 為了要給大家看大景 說好的 答應大家就要做到 我現在趕快吃一半 我先跑出來 飛個空拍艇給大家看 我自己也這樣好奇 這個上帝的步路 如果用上帝的視角 來觀看 或是 什麼樣子的一個景色 不要下雨 不要下雨 上帝不要下雨 欸我頭頂是一塊白色的 哈哈 因為我正頭頂上是白色的 Let's go 在江東 天氣 我可以下雨 在日本 也會有甚麼 被判斷 對 我會走 然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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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下雨了 玉木群登山口 我們到了 結果不能進去 時間不允許 時間不允許 現在已經2點40了 然後其實也下雨了 那個大巨木應該就是那個雅雅巨木 幾乎就是要走到最後繞一個圈再回來 對啊 重艙 他說要走4到5小時 沒辦法 現在差不多要回去 而且 大家應該看到吧 雨還不朽 我們等一下回去還是個問題 欸 等一下 雨還越大了 好啦 那今天這集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最後還是有平安抵達啦 雖然中間發生一些狀況 那 希望大家繼續追蹤艾克的影片啦 對 之後會多多騎車的好不好 那 就 差不多這樣子了 我們等一下 希望騎車回去可以順利啦 不要再出現什麼突發狀況 好 拜拜 阿姿阿聖 那我們可能下次再來 走這個步道了 下次見 阿聖你剛才說什麼 你後腦刷 後腦刷看起來很可愛 很可愛 你跟我蓋著 你講自己很可愛 自己講個罷 來 哪有 你剛才自己說你很可愛